開機狀態下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 設定裡面參數我們先看一下裡面內容 這個按進去 123秒進去 PG1 A T On Off 就是PG2 Elang Elang不能 我看一下 按進去的時候就是看你要不要用1 它就要鎖住了 那時候要解除掉就對了沒關係我們先看其他內容我們就覺得是看內容 解鎖部分還是要看說明書 再來一個 上 就是Elang Elang部分有設Elang1 這個是有符號的上限偏差10度 Elang2 50度因為我們Elang2我們沒有設 這個部分把它取消掉所以這個部分沒有 所以但是我們限度圖後面也沒有接所以這個有沒有都沒關係 再來是3 3是PID P I D 原廠出廠值的部分 好這個部分然後再來 4 這個是屬於等待溫度 進去是1度上升部分等待度 下降部分沒有設 下降部分沒有設你也可以設成1度也可以 但是你有設有設有就用沒設就沒用沒差 好再來是PG5 PG5是RPD是Repeat 這部分我們沒玩過所以用1就可以了 這個是START START部分就是0 這是1 1的話這個很重要這是PV值啟動 就是設定之後你的溫度是從你現在溫度往上加不是從0度開始加說明書裡面都有寫 再來是P就是 補正PG7這個部分 PG7就是補正值 就是你會補正PV值的溫度 然後我給你看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要學一下 來 你看一下目前是28度對不對 那我設定一下 我要讓他 裡面是 假設你測出來裡面是 假設現在是27 28度 那可是我現在施測值裡面的溫度是 35度 35度等於說是28 加7 才會等於35度 那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部分不能亂改這一般是平管在改的 7 這個部分好 1234567 7度 AND進去之後 這一個 你看就變35度 OK就這樣補正就對了 那我再把他用回來 0度回來 OK 好這個 參數 這要繼續下去看 再來是8 SET 這個是我們最高溫度 1372 但是我們目前是210 所以你要加210 這部分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不用理他 其實裡面參數不要亂改 好不然就把他抄起來 會比較安全一點 OK 就是200度改成 一般我們現在是0度 記得按的時候就是要 用拇指 拇指按 不要用指尖會壞掉 好 PG8 9OUT是105% 這個就不要理他 這個是11 度C 1 1 來是12 12的部分是0 0 AND P 是0 這個很重要 AND P AND P 設定是0 是持續控制 這個很重要 不要亂改到 不然會有問題 1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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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我剛剛跟妳講上限警報是這一個 上限警報是1 有沒有 1 1 這個 不理他 不理他不要改 好 再來是2 2的部分你看進去我是射成0 你也可以射成其他你看 但是我們都沒有用到你用到他只是燈會亮而已 所以我們馬上就不用到了 跳到這邊 再次參數部分來這個 這個部分你要把他射成 原來的數字應該是0000 我們把他射成0000 但這至少有些參數他是設定不到的 這樣0000 這出場是0000 OK就這樣子結束了 接著 早就 走 蕃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